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现场的观众 现场的朋友 大家好 刚刚就完了亚华TV5-7的直播 到我们民间电台接力二播 其实这个中七至八因为新的安排 就有这个所谓的联盟时段 就是安排给各个不同网络的媒体 或者一些有志的人士去参与这次的接力二播 接下来这一小时就由一帮网台的朋友去接力二播 在他们介绍自己之前和开节目之前 就听一听他们的Jingle 听下他们的节目声打 花生可燃食 不过口观不可燃 达入礼登乐坏的年代 受性矮民 申比 申滑 责到你 决定化身狂才 以声讨功道 欲网工人 云申柏刺落人 欲网不可燃 欲网不可燃 10月25日 欲网不可燃 欲网不可燃 現场有我们的主持 辛比 我方冬禧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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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別嘉賓就是學民思潮的奧斯卡 你好 你好 自稱SIR的Ben Sir 大家好 我是杜甫 首先說一說我想各位給點掌聲 不是給我們的 是給後面絕食的劉南光 阿Fanling 阿牛哥 還有周偉雄 絕食到現在幾個小時 117 117個小時 這個政府都是懶處理 當不知道 當然當不知道 正中他的陰謀 他草奸人命當然不理你 所以我覺得整個運動是要轉的 你絕食你叫蘇錦良下來對話就沒有意思 對話就跟你說這是一個商業問題 商業糾紛 你絕食是叫下台 你叫蘇錦良下台 你叫CY下台 這兩兜友從來都沒有履行過政府的承諾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呢 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事件發展到今時今日 我們的一個運動 或者是將來未來的運動 是應該怎樣去調整 去改變 因為整件事 我們經常說溫水煮嘩 溫水煮嘩 不要再說溫水煮嘩 好 這樣呢 我覺得 其實我們將這個撐DBC 一個服博的運動 其實應該要去轉化 去成為一個 剛才所說的什麼 撐言論自由 甚至乎一些新聞自由的運動 就是好像 如果你單單單只是 在講這個撐DBC的話 很容易被政府 就套進去這個 就是一個股東的豆腐 就不是什麼什麼言論自由的問題 但是實質上 不單止是反國教運動 很多關於中港的問題 其實呢 政府將這個球 是踢回我們 人民本身 是 你有沒有買數碼收音機 有沒有買數碼收音機 我也不用買 那次送了一個 這麼好 你介紹我認識 那時候呢 有個什麼八十六起二 玩了一條問題 答中了 就送了一部 我買了兩部 很簡單的 我買數碼收音機 是聽了這個台 現在聽少了一個台 還有七條頻道 在裡面 這個很明顯 是一個設計公眾利益的 政府為什麼不理 對不對 那個呢 那部收音機現在 我昨晚聽 就是節目重溫 不停地聽薄熙來 那些東西 這麼巧 薄不薄就薄熙來 又是關於中共 甚至中央政府的問題 我又覺得是 就算是根據 政府的說法 這個是一個商業糾紛 都好 我們其實可以看回 在2010年初 當時一樣 是屬於公共廣播事務的 ATV 他們是這個 都有這個股東的糾紛 那當時 他們是去信 要求港管局介入的 是直接上了兩次的法庭 去打這宗案的 那一樣的 大家都是相同的 situation 大家都是股東糾紛 那絕對有相同的理據 去入品法院去 或者是去信港管局 要去介入的 我又不知為何 在現在 蘇錦良可以說是 因為商業糾紛 就不介入 是 我是金英 剛才Summer 都說了商業糾紛的一個例子 還有一個更加 令人明白的例子 就是 在奧運期間 無線亞視是沒有得 轉播 這個有線的奧運節目 他用一個公眾利益為一個 是的 理由 當時 當時政府的立場 怎樣處理這些商業糾紛 就是有幫忙去介入的 是 有去跟他們開三個電視台的代表 一起開會 怎樣說 這個奧運是聖舉來的 就要民間都要有得聽 就介入了這件事 同樣 這個DBC都是聖舉來的 是四馬電台 現在民間都沒得聽 是四馬頻道 大哥 應該是全民享有 無端端沒有了七條青銅 就好像森秘說 專門買了兩部收音機 就丟掉了 對嗎 那誰陪 我沒有一邊的了 已經丟掉了 這些都是涉及公眾利益 為什麼蘇錦良 又不去處理呢 還有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 看回他那個錄音 有個疑似彪彪 疑似彪彪就說 彭清華不喜歡 一邊那邊過 很明顯 你這間公司 請甚麼人都要 中聯辦 忠不喜歡 那這個 這個不是政治事件 是甚麼呢 我想問 很明顯 阿彪彪 即是那段聲帶說 甚麼中聯辦 不喜歡 這個很明顯 就叫做甚麼呢 彪薩靈 彪薩靈 這個不是政治事件 是甚麼呢 我覺得不太明白 這個關乎到 有股東 直接說到明 要干預編輯自主 港台編輯自主的問題 發動很大的 政府有回應 但是為甚麼 這個 DBC 所以 剛預編輯自主 又沒有問題 又不回應 還有最慘的是 其他傳媒 是真的懶得處理得很緊要 是啊 很簡單 你發覺這個政府 一路由CY上任 一百多天 你會發覺這個政府 他真的不挑選 是很厲害的 農美剛才說完 那些嘉賓就照推 新街東北那裏就照推 他根本不用聽民意 還有 上個禮拜 《順報》都說了 就是 警方入了這個 聲音炮 音波炮 音波炮 就快 米加粒子炮 都可以入了 還有這個 成萬個塑膠手榴彈 他當你市民是甚麼 他當你市民是公敵 警察不再是公敵 大家記不記得有公敵 以前 以從前是有公敵 這兩個字 現在沒有了 現在當我們是公敵 警察不再是公敵 現在基本上 當市民是一個恐怖分子 這樣處理 你不斷增加你的武力 武器 那些東西 所以 方登記說一下 有甚麼 剛才 你剛才 講 辛比剛才講 關於 股權問題 我想起 就是關於亞市 不是奧運 再之前 就是 蔡顯明 和 後來黃晶 他進來 入主亞市 那段時間 是出現一個股權問題 大班是蔡顯明 就好了 大把錢 有得玩下去 現在 他在台灣就不同了 是不是 而且就是 黃晶入主之前 不知道是唐弟還是表弟 是 就是入了亞市的股東 大股東來做 是 品餘 是的 港管局 港管局 曾經要求過黃晶去證實 他有沒有透過他的表弟還是唐弟 去控制亞市的 就是去控制亞市 這個錄音 他們政府 似乎是 純粹是 一個 一個聲音處理 是的 像是軟硬天絲 那些玩電話時段 不過我想問 大家聽完 當沒有事情發生 沒錯 我在網上看 就說 他們也有些 論調 就是說 當然你們那些人又不知道 在哪裡剪剪輯輯 剪頭剪 去剪一些對話出來 那有什麼看法呢 屎不保監製 這段聲音帶 真的不用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整件事 現在就是 中聯辦就像一個哥斯拉一樣 襲擊香港 那不用說什麼股東糾紛 我們不用說什麼 復不復播 復播就固然好 希望 但是我覺得整件事 應該吞向一個 叫做 對抗中聯辦集港 捍衛言論自由 是吧 我們真的 保家不是為國 保家為港 大哥 申比又說得對 但是剛才申比又說到 就是說 香港的媒體 都難處理 不如申比以你觀察 到底有哪些媒體 都有參與一次難處理 CCTVB 這個一定的 ATV 我昨天看了三個幾小時ATV 都不知道 但有沒有看蘋果 有沒有看蘋果 蘋果都有的 有看的 那他有沒有報道 他有的 他算叫做OK A1 有一天 有一天A1 但其實 很老實 現在 我看蘋果 不是說CY 但不是 黃楚彪那段聲帶 疑似黃楚彪那段 標殺令聲帶 在小圈子選舉之前 去年的11月 其實很久以前的事 那時候發生的事 如果是進入爭任權數 難道爭任權玩自己爭任權嗎 所以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可以賣到過百份 這麼厲害 東方傳媒賣過百份 方向傳媒而已 那時候最有潛力的就是唐英年 所以 有人就說 用陰謀論 就說 因為是 有人落錯著 就買唐英年 結果施威人 但明明那段聲帶 是在 小圈子選舉 一早以前 就是 黃楚彪 已經是向大班施壓的 那如果他當初是 壓落大班的時候 那又為什麼會向他施壓呢 早兩天呢 我看過阿森爺的一篇文章 他講 跟一個資深傳媒人聊天 他有個資深傳媒人都說 現在CY上任 怎麼會讓你說他 當然是這樣的 他就覺得很得人驚 得人驚是什麼 就是理所當然的 就是那個理所當然的 當然是這樣的 很多東西不是理所當然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香港人變成這樣 好像最近 美國共和黨 有一位成員說 這個 強姦受任是上帝子 是這樣的 等於你說一個女生 穿得性感一點 出街 被人性侵犯 當然是這樣的 不是的 可以叫你穿得性感嗎 不可以這樣等同 那件事 是不是 但是我想問問Oscar 就是說兩句 不是 我等你說完 因為我怕你說打針 都變成是濫膠 明白 是嗎 那些黃誠志是這樣說的 那些打肉針才是 你不是打肉針 就不是濫膠 差不多 我想問你 之前都參與過國教的運動 對 可以說一下 你那個運動得益到 有什麼得著呢 不是的 其實你去到 因為我們那時候 反國教運動 你去到 開頭的時間 就個個會 focus 在那本叫做 中國模式那本教材 就是那些人就會 這本中國模式 這本的教材 沒用的了 政府已經廢了 其實 最不至於在那本字印裡 不是那個教材裡 而是那個魔鬼字印上面 就是我們要將 我們這次支持DBC 支持這個福報運動的話 你要告訴公民社會 你的市民 這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如果主流媒體不報的時候 我們民間團體 民間社會 就去做 例如好像 牛仔TV 蘇惟文台 甚至乎 你附人網那些 香港獨立媒體 寫文去罵他 香港人網呢 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 這件事就問你了 香港人網 我不清楚 但是不要緊 我覺得不論是哪個政黨 還是一個民間團體 在這個時候 應該放下任何什麼什麼的分歧 然後是要打 打那個中聯辦 然後告訴你 我們不是很欺負的 我想這個是最低限度 要做的事情 放東西說不說 沒有 其實這個 就是我們講到訴求的問題 其實昨天 我們幾位的絕食者 都出了一個絕食的宣言 其實發了給不同的報館 我看報紙 我不會香港 一天裏面 所有報紙都看完 我只是看其他報紙 我不知道其他報紙有沒有 但是似乎 就沒有報館去報 即是報回這宗新聞 即是說絕食者 宣言 放在他們的報紙上 即是連段章取義 或者反轉去誣你都沒有 我想說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 在DBC最後一天 二播那天 我跟辛比和周報員 他們幾個都談過一個問題 就是 去到大眾 即是網上最關注這件事 很明顯是高登 就算在高登上面 去了解到DBC 他們不停要求政府介入 那一個reason是什麼 他們想要求什麼 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為什麼要你介入 是沒有多少人可以押得出的 訊息傳不到出去 未來就是WDBC那些支持者 或者是那幾天集會 有來的人 是清楚究竟我們的訴求 要求什麼 這個才是一個大問題 傳不到出去的訊息 來來去去到那幾萬人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次整個運動 都有感覺 跟反國教的對比 就是反國教是浸了一年以上 而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兩個月之間去爆發的一個運動 不是這個問題 反國教很簡單 反國教就是說 他要搞你的兒子 就算籌備文宣 你也不說搞你的兒子 都出不及這件事 那次反國教 你可不可以出文宣 你也有時間去每份出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國教就是 好像辛比華仔 訊息是非常易傳出去 因為你就是大家有子女 或者沒有子女的成年人都好 他覺得我們一些小朋友 是不應該 是讓你去灌輸一些不盡不實的消息 或者是知識 但是這次DBC這間 因為很多信息不清晰 亦都是外面很多的人 會認為是真的 是的 政府說這些是股東之間的糾紛 是商業的問題 是大班營運不善 是有很多很多這些原因 一來 二來跟DBC 或者跟大班有私緣 其實我覺得 整件事 如果整件事 國教就說 不要搞我兒子 這次很明顯聽DBC 很多是我們爸爸級的 老爸輩那些聽 你不要搞我兒子 我老爸沒有東西聽 不知道會會成功些 這樣做 如果這樣做 一下反過去 你不要搞我老爸 上次搞我兒子 這次搞我老爸 不知道會不會好些 還有你剛才按照你這樣說 其實我們在反國的運動 完了之後 運動完了 但實際上有些監察在做 其實這個是公民社會的意識 已經提高了 你應該是對於言論自由 你手上的權利 你應該是更加關注 還有你會做一些具體的行動 去怎樣去走前一步 而不只是死守在這裡 還有我其實去年 我跟Summer 都參與過這個 版權修令條例 那場運動 一直都參與 一直都參與 我跟Summer 有一個想法 就是 今次DBC那件事 恐懼性不夠 香港人 你要做到 那種恐懼感 好像SARS那樣 當時你想想 反權修令條例就是 你兒子回去畫一隻米奇老鼠上 去上載刀 做到這麼大的恐懼才行 這次是沒有這樣的恐懼性 其實應該 表現一個恐懼性 就是 只要有有錢人 或者中聯辦 不喜歡的 他可以不讓你聽 今天不讓你聽三機 明天可以不讓你吃飯 後天可以不讓你追女兒 這個呢 就真的全門很大責任 因為DBC 在商業的利益上面 跟我們的主流傳媒 就是有矛盾的 因為你多一個台 就是多一個香爐 多一個鬼 那所以 他們就樂觀其成的 樂觀其成 不是看著DBC伏播 就是 說得壞些 就是看著DBC 壽終正寢 那他們就少些競爭者 那就是其實 我們搞運動 就是 阿森比剛才說過 喂 網絡23條也好 反權修訂條例 以至我們反國教 為什麼我們可以出到街 好像兩樣東西 就是可以 那麼多人 可以 一起 參與這次運動 是因為多得 這個網 就是一個媒體 主流媒體的報道 因為你不報新聞 喂 香港人 鬼知道嗎 不是個個都有 審給Summer 就是我們的Facebook 我們不知道什麼事 所以這個主流媒體 是很大責任 為什麼沒有人報 就是例如說 喂 大班宣布了 說撤出廣場 之後我們繼續 接力二波 喂 好大都給我一個 李百方 沒有啊 連李百方都 可能這裏第九方 第九個遺數 他可能來不了 李百方 就是我們又見不到 主流媒體會關心這件事 或者是冷處理 尤其是我覺得 最切身 去到自己利益的那個是商台 就是我昨天 就跟陳敬輝在這裏做過節目 我就說過 喂 其實現在商台應該最 震過貓王 我怕到 因為 阿黃楚彪那個彪煞令裡面 就說到什麼呢 他是不忠 中聯辦不喜歡李慧寧 李慧寧 正李慧寧因為大班的招攬 就搞到現在滅聲了 你想一下 現在誰 是收留著 李慧寧 我不要緊 他們有志雲大師 顫翻雲 是因為商台去收留李慧寧 那商台現在不是很危險 就是隨時被人接過 DBC死完之後 商台就只有兩個選擇 不會的 就是剷除李慧寧 就是接台 楊鎮嚴在旁邊 你十個李慧寧都沒有用 我告訴你 我上過去 楊鎮嚴是這樣按住 不讓我說話的 那是跟黃永而已 但是李慧寧又自己一支咪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要正視 就是 今次DBC接 很可能不只是一個台接 那麼簡單 整個數碼廣播的 前景 前景都是沒有了 你想一下新城 他都說明了 那我先看清楚 看清楚 不知道看多久 這個 是一個 很多人 在這個數碼廣播上 會認為 是 可能說沒有了一個電台 但是 我們這裡就要我們的新聞報 方東莉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都說過 在外國的數碼廣播 其實不只是聲音 方東莉可以說 其實現在數碼廣播的制式 如果說歐洲那個DAB 不會是文潔 DAB DAB 最無恥制術 去到第二代就是DAB Plus 但是 其實去到Plus已經是 即是更無恥的 是 但是已經支援 一個 是串流的一些影像 但是 因為香港的一些法例 排照上面要分清楚 電台和電視台 於是 就令到 譬如說 現在數碼廣播 包括新城 鳳凰幽月 或者DBC 或者港台 他們提供的影像 都是有僅限 就不知一秒只有幾幅 就令到 其實原本 可以做一個 比較低解像度的一個電視台 但是現在就做不到 那 如果 其實 當時 如果是願意去放寬這個限制的話 其實DBC 本身 可能有些台 已經是一個流動電視 但是 現在就 現在甚至連台都沒有 給我每個星期見到 林記韻也好 就是 聽一下 辛比和方冬禧講到 就是說 這些 數碼廣播的技術 就是 我們香港是遠遠落後於外面 簡直是 其實已經發展了 十幾二十年 還有就是說 說到這個 這個數碼廣播的前景 是 嚴重 有一個很大的陰影 有很多人 就經常說 外國的數碼廣播 都開始 中不住 其實沒有什麼人聽的 其實不是的 早一輪 過幾兩個月前 不知道阿方多姨記不記得 是 霍士 梅鐸 就招攬了以前 DBC搞數碼廣播 那個 那個 那條影片 就幫忙 就推動 我忘記是誰了 總之是推動這個數碼廣播 梅鐸就說到明 是 秘來不走數碼 整個媒體都沒有運行 他想推動一個新媒體 或者數碼媒體上面的發展 我想他都知道傳統的模擬廣播 在技術上面有很多限制 但是如果你去到數碼廣播的話 那 他為他的受眾提供到的資訊 或者受眾可以選擇的東西 都會多 還有其實 就是我們講DBC 就是關乎言農自由 或者 所謂我們政治的問題 這些政治的爭議 對香港人可能政治難得不管 那我反過來 從經濟的角度去看 好嗎 喂 現在數碼廣播 中國是一個新的政府給的資源 是不是 那 以往的政府都說 喂 我要鼓勵香港 要有創新科技 不可以有金融業服務業 要有創新科技 要有一些IT科技 那數碼廣播 正正就是 這個IT和創業產業的屬於一半 是不是 你會浪費 但是問題 但是問題 如果這次我們見到 政府不去處理 看到中聯辦 只要出一句聲 就可以另一個牌子 一個台就接了 我想問 將來 所有香港的一些創意產業 或者IT的產業 還哪裏有人敢投資 外國人 還哪裏敢來香港 擺錢在這裏投資 很簡單 政府不斷都說 就要年輕人 搞多些創意 大家有看到 有一群小孩 學生去拍短片 去領會商場 都被領會說 領會還要說 這裡是領會的地方 警察都沒有權管 那你搞什麼創意 回來行 所以我覺得 這個 這個 你說從第二個角度看 在經濟層面上 喂 我們經常都投訴 喂 我們只有服務業 只有金融業 我們沒有其他產業 但現在就放在我們眼前了 現在的溫水煮話都主要生氣 聽說死了 死剩我們 即是我們整個未來對抗政府的抗爭論 是怎樣斷阻 我們都有一責任 傳媒不報 固然是 壞 我們都要去改變 去做一些事情的 我們應該可以怎樣做 我補充一點點 我發現了一個位置 其實除了 或者主流傳媒 他們不去報導關於言論自由 甚至DBC的問題 其實在很早之前 你看回 其實我想 自己特區政府 都是將言論自由 甚至一些普世價值 人權 民主自由 這些是慢慢殘跡的 你看到政府2005年 曾經成立了人權教育工作小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2007年就沒有了 期間是沒有任何進行所謂的開展的工作 如果是一個好的公民教育 為什麼你不做多些事情呢 其實是會令到我同輩 但是我剛才問 連DBC 甚至乎數碼港都不知道在哪的時候 最簡單 即是有些知識上 我都不知道 他對於一些叫做 事事的事情 他都不關注的時候 會慢慢是一個無形式的洗腦 另外將這個叫做 國民教育 慢慢的東西推了出來 我想又牽涉到這個教育上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就不會再指望這個政府會為我們做些什麼 他所謂 譬如我們之前都說過 我們一直打網絡23條 我一直都插政府一樣東西就是 你一個這麼關注民生的一個政策 你可以完全不宣傳的 我叫你宣傳的 我不是叫你推銷的 現在我想大家有看電視的話 是會見到現在政府是推行 在賣港國 是賣這個新界東北的 一個未通過的方案 你去推銷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講話 你就知道他現在在推銷政策 你誤導那些人說 不停說那件事是好的 那你有沒有給全民的資訊呢 這個我們就 即是在這個問題上 政府我們就已經不要再去信他 你會怎樣去正面這樣 給一個宣傳我們 我不管你了 但是或者回歸分我們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始終一個 我們怎樣去把這個運動轉型 去變成一個社會運動 都是那個訊息的問題 怎樣去傳達出去 那就算傳媒 傳媒不報 或者好像剛才金英那樣說 就算是很留意一些社會狀況的一些人 或者簡直是根本是一個圈子的人 很多都不明白的 就好像我從新比都認識的陳雲老師 那他呢 在DBC上高呢 就出了一段文章的 那他就說DBC是什麼呢 他就說收到一些私人邀請 去政府總部支持DBC 那他就說香港 他都說是應該香港多一個自由電台的 那但是 他的立場就是說 DBC是投資失敗在先的 官方干預是在後的 那他已經 你想一下一個這麼關注 社會運動的人 他都認為是DBC是一個投資失敗 我想問了 我不要說一個傳媒 就香港任何一類型的行業 創業是要守業多久的呢 有人說三年 DBC正式開台 三個月而已 三個月 DBC 他們在二波雲天裡面 已經公佈了他們那個廣告的收益 別人也都可以預期到 下年可以收支平衡 一個 年多可以收支平衡的 新媒體 很厲害的 不要說什麼 我只是說那段錄音已經說了 去年的2011年的11月 已經是早於 特首選戰之前 已經是在干預裡面的內部的事 已經是在說 喂 我不喜歡大雅靈 你不能請他 已經是這樣的 那怎麼會是經營什麼 投資失敗 什麼 經營什麼 他就說投資失敗在先 怎麼會投資失敗在先 就是我不太明白的 因為投資錯了大雅靈 不是不是 但是其實 不是因為投資錯了大雅靈 但是其實說回事實 其實你說投資失敗是不是呢 其實現在為什麼DBC會等著接呢 是因為黃楚彪向法庭申報一個所謂禁制令 禁止他去廣播 所以這個就不是關於投資錯 投資失敗的問題 第二就是 你沒有辦法去評論 不是不是投資失敗 就是我解釋 太早了 就是和陳雲解釋 這個根本就不是投資 這個就 他一早FAN了我 我已經和他不是FAN了 陳雲是FAN了很多人的 不是不是 為什麼這個不是投資失敗 但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喂 阿黃楚彪說不玩 那他手上有些股份 那大班都已經跟他說了 你不玩 不如我買你 他說不賣得 那些股份 他寧願接也不賣得 那這個關於投資有什麼事 我有一個說法 珊瑋有一個很偉大的構想 有一個想法的 上一集我們就說開 珊瑋就說 即是跟我說 假設你是黃楚彪 你怎麼說 你那個是說 很簡單的 我和你一起合粉做生意 你不滿意我虧錢的 是不是 你就買我 就這麼簡單的 如果你不買我的 你 total loss 你沙都沒有 不能拿回沙子 那我的回應是說 如果我是黃楚彪的話 我有一個很合理的理由去拒絕 我就算虧錢 我也要不買的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是我人生的污點 你會殺了他 上面有話說 而且現在 其實無論是否是政治也好 是否是投資失利也好 其實政府是沒有理由不理這件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DBC拿牌的時候 那個條款裡面 包括他們是多久投資多少錢的 但是黃楚彪那一方 是決定了不再注資下來 其實這件事 違反了承諾 就是違反承諾 和政府的一個交易 一個合約 根本上 政府的部門 是沒有可能不理的 還有這個也是 補充一點 ATV那時候 也是要求政府 去要股東 履行合約的 是一樣的 全是一樣的 其實履行合約 是應該判刑事的 但是現在政府就是對於DBC那個 就是違反了 或者沒有遵守到它的發牌承諾 它就是視之為 就是股東 他們是一整體 總之就是沒有做到 那就是你們的問題 但是他們就覺得 現在政府的立場 就是被人覺得是 背後他們的股東之間的糾紛 就是他們現在說出來 就是你們自己拆掉它 但是當時 就是正如剛才Summer所說 譬如說阿士當時那個 對於他發牌承諾是有違反的 那當時政府是做甚麼呢 譬如說 林惠蘭 他沒有記錯應該是林惠蘭 當時他是主動介入了 那一次的爭拗 但是今次就似乎 蘇局長 他們就當沒事發生過 叫你們自己搞定 兩個的取態很不同 他一直都會當沒事發生的 我看下去 那這個 是不是告訴他們 阿CY上台之前 就 明語暗語都有說過 就說爭著事不行 那其實現在 在現實來說 是不是阿CY更加不行呢 不是啊 他很行 他做了中聯辦想做的事 他很行 給他全白兔子 其實阿彪彪做的 不是他做的 不是 我 我就覺得 沒有啦 他一直都會裝不知道 Until到我們 即我今天想說的主題 就是Until到我們 要怎樣去轉變了那個 抗爭路線和那個方向 我覺得他就算裝不知道 也裝不到多久 因為呢 葉劉透露了月圓機 葉劉就說呢 兩年之內他不會選特首 為什麼葉劉會有這麼說法呢 兩年呢 這麼奇怪呢 他就說 他說他不希望2017年之前 再選特首 又做不滿五年 又有人腳痛 頭痛 對香港不好 又有一個做不定的話 在大局來看呢 是不好的 那麼呢 就說如果一有機會的話呢 他就說 香港是有很多能人 是有條件的 到時呢 如果他有健康有體力的話呢 他就會 再計劃選特首的 那其實他是不是 暗示了 咦好像有些東西啊 暗示了 他是能人 哈哈 哈哈 我以為他是西人來的 那就是葉劉大樂讀書的 那應該是西人 為什麼他是能人 那還有現在 就是 無論 這個叫做主流傳媒呢 不是太過報現在DBC 在這裡 爭取著的東西 但是 也可以這麼說 譬如我們網台聯盟那些成員 都會盡量 就是無論是不是走下來幫忙做節目啊 還是什麼 都會在節目上呢 不斷是宣揚出去 那也都可以呼籲呢 就是其他所有 聽到的朋友呢 都可以不斷 share這些訊息出去 就說 我們究竟在這裡 在爭取什麼 其實我覺得網台呢 一定要 就是各國網台 有很多網台 其實真的要很 踴躍去參與 這次的運動 因為其實大家見到了 為什麼 中聯辦 要出手去 握殺一些電台呢 不讓它存在呢 因為其實 某些聲音 在中聯辦來說 覺得是一些 動亂的聲音 是可以引發到 一場運動的 例如大班 或者甚至說 李慧玲那些 其實已經是 李慧玲像一等 但是王楚彪 就很具體說過 因為他搞過 這個黃絲帶運動 因為他拿著咪 如果搞到運動 中聯辦就會覺得是亂的了 所以其實 我當這個數碼電台 沒有了這些政治爭議 就會到主流電台 到主流電台 都沒有這些政治爭議 之後就是網台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網台裡面 也好 其實有很多台 都在講政治的評論 甚至是激過現在的主流媒體 甚至可以發起一個運動 一個遊行示威的一個行動 所以下一步的話 中聯辦搞定所有事情 就一定會搞網台 其實下一步很快的 我那天都在講 第一步可能就是DBC接 接著就會搞蘋果 蘋果搞定完 不用想就一定搞高登 BB Kingdom就自己搞定了 政治版 自己封了 接著就到高登 高登之後就是網台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一天是很快來的 所以我經常強調 那種恐懼感 現在市面 大家好像 感覺不到那種恐懼感 感覺不到那種恐怖感 感覺不到那種恐怖感 網台搞硬的 因為其實 申比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是有前科的 之前已經想搞網台 不過搞不整個去向申比方 因為之前是有搞過網台 不過因為 網絡23條 選管會的時候 網絡23條再之前 選管會的時候 應該要規管網台 應該是選管會 應該是選管會 還有其實以前 任審條例其實一直都想砌 任審條例是來的 來的又要再面對 所以很累的 就是我們那些 但是 那些選管會 那些選管會就是要規定所有網台 所有候選人要持平給他們發言的機會 還有要計算存費 但是 但是那一次的公廳會 不是不了了了之 不是不了了之 是那一次演變得很嚴重的 最後來的鳳華 在第二天就走出來 和大家說要慎重考慮 然後就真的不了了之 沒有一回事 所以就是那時候 因為相對地 曾任權的政府 是相對地比較肯 就是怕民意吵 那現在大家都要捍衛言論自由 就不如這樣 我們將我們的意見 就是將我們的聲音 用fax也好 用email的方式 或者打電話的方式 跟我們的議員 又或者我們的官員說 我們是有多麼重視 不是啊 我想不是因為 我們不停這樣做還是怎樣 而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聽我們 我們說的話 我們先要不停的fax給他們 喂大哥我做那個fax 我不用時間了 是不是 他知道我們有話說 不過他們當是看不到 當是聽不到 我經常想說 剛剛已經說了 所謂的恐懼 即是現在你搞什麼運動都好 人數不是很多 因為人是沒有恐懼 那究竟怎樣沉迷回 即是沉迷露味 沉迷回那種恐懼 很簡單 早兩天陳佐爾說 這個真的令我很恐懼 聽完他就說 就說 就說 香港人 鼓吹港獨那些 就純粹是傻瓜 沒有內地的支持 香港就會變成一座死城 我真的想問他 97年之前香港是怎樣 東方之珠 現在真的不知道變了什麼 死城 現在真的死城 然後他就說 反問香港人 知不知道每天喝的水 從哪裡來的 多謝你啊大哥 是屎水來的 我們還要給錢買 是呀 接著他就說 七百多萬香港同胞 跟十三億內地中國人民 血濃於水 二十二世紀都來 還說血濃於水 這是納粹言論來的 接著說 世世代代不可分割 老實實 你這頭說血濃於水 那頭又說 跟我們斷水斷糧 這樣 對不對 你的心態在想什麼 大家心知 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令我個人覺得很恐懼 喂 你們原來 陳在意 甚至乎 可能中共 原來是這樣對我們 這樣想我們 即是 他怎樣 他喜歡 他不喜歡就可以斷水斷糧 畜生都不如 大哥 認清楚 這班人 後面那座大廈的人 是一樣的 對我們是畜生都不如 入了什麼 米粒子炮 什麼手榴彈 即是喜歡就血濃於水 不喜歡就血濃於水 不喜歡就血肉還飛 他當我們畜生都不如 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要明白的恐懼 為什麼我們要站出來 就是因為 他當我們不是人 是不是 即是其實 阿辛比講到這個 即是講到他 說陳在意 但是其實 我們現在講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要的言論自由 都不是說要什麼 獨不獨立 其實很基本的 就是一些常識 就是例如 喂 在李旺陽 死的事件上面 喂 誰都知道 哪有人 可以站在那 吊頸死的 然後 他的朋友 朱誠志 就說 喂 拍了一張照片 就說 沒有可能吊頸死 他現在朱誠志 被人困住 都不能放出來 是因為說 發佈一些煽動顛覆的訊息 喂 拍一個人 死了的死狀 都可以說 叫做顛覆訊息 還有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的常識 就是說 站在那裡 是不會吊頸死的 他都可以說 你這樣 是煽動顛覆的 我們講常識的高活 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說 我真的要顛覆 很快 香港就是這樣 包子今 最後一天 都說 他感覺到有烏雲 是否也有烏雲 是啊 剛剛我跟 方東在說 就說 包子今最後一天 我相信 他的位置 就很多人在後遇 那究竟 會不會有些 親共人士 會入侵 這個 那個叫什麼 喂 這個中審法院 常錦法官 會不會這樣入侵 如果入侵 麻煩 其實如果他現在這樣說 他講到 包子今 他用這個 出現這個烏雲 又或者他 臨卸任他才講這一番言論 我相信他 他自己 尤其是在司法界 他有這樣的地位 基於他之前的職位 不方便說這麼多 但是到他走的時候 他一次過這樣 可以形容為法律 歷史界的爆洩 尤其是 那我想是真的 他可能自己都知道 會有些事發生 所以他才會這樣 尤其是 包子今 一些過案 是 他是 幾次都是反對釋法的 就是在這個 中審庭 他站得很硬的 在這位 去到卸任 出來說 都說 我們千萬要小心釋法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說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最近 這個白髮魔女 白髮魔女 就 這個叫人家 是 香港的中審法院 那些法官 跟內地 就不太溝通 不熟悉內地的司法程序 要提請釋法 只需要 其實是 人大政協 比上這個 人大委員會 是吧 就基本上 可以提請釋釋法 但問題 始終 他們都是一個民意 即 變相 我退一萬步 都叫做民意代表 但如果梁愛斯 講到 如果行政會 不符合 就可以 釋法 他就把香港 這個三權分立 變成三權合一 或者之前所說的三權合作 就是一個 一個梁振英 或者一個特首 就可以 隨時解釋法律 然後他又可以 隨時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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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釋法 你這次 我們也說 胡溫是這樣釋法 下次可能 第二個又不是這樣釋法 第二個又不是這樣釋法 你釋來釋去 其實 我不知道他要一個基本法 來做甚麼 原來可以這樣釋法 這是不是正正就是 習近平所說的 習近平都是 不記得2007 還是2009年已經說 要三權合作的 沒錯 所以梁振英 這次講到 就是說 要 連特首都可以 自己去提請釋法的時候 所以包子金出來說 因為我們 香港的 賴以成功的基石 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完善的制度 而且還有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 如果我們連獨立司法制度都沒有的話 那香港 不要說我們 剛才說創新科技產業沒有人投資 我們連基本的權利都沒有 你說賴以成功的基石 我正想說 現在你捍衛本土意識 和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對於這份堅持 正正就是接下來運動最需要的東西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恐懼 你要先認識這個恐懼 如果不是是沒用的 真的 如果不是 尤其是我們去搞一些這樣的運動 我們不去散發這種恐懼感出來 是聚集不到人的 人是這麼賤的 你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難怪阿摩哥要抬棺材 你真的放棺材在那裡 打開蓋子 讓你聞到浸味 你才會害怕 我們現在我們的責任就是 就是要把棺材放在大家面前 中式西式不及各式其所 喂 既然現在 是不是要請大班分下去 不是 還有我們要 我想說一下 今天最主要想說的就是 我們 譬如遊行 或者所有參與未來的運動 我們遊行也好 不要埋圓舟就算 不要遊行也好 我們要想些花生的東西 現在他們看死你們 喂 走完就算了 走完就今晚看夜場 做甚麼戲 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要留守 搞些花生的東西出來 那些人經常說 其實我們都搞了很久了 不要再說激進了 你相比航龍 我們哪會激進 就算這幾天 上面三下 大陸三下 萬人示威都是暴動的 接下來我們的方向就要進取 進取又不等於激進的 就是我們平時呢 就走五步 這次走夠十五步 不是十步 我們要進取 就不是不等於激進 其實長毛抬了棺材這麼久 都好像現在 大家都沒醒過 我現在才明白為甚麼要抬棺材 不是 大家沒醒過 我覺得建議阿辛比 你再次人體活摘器官 你試過的 我試過 下次遊行 我跟阿辛馬呢 就抬著個擔架 然後你就飾演人體活摘器官 讓人知道有多嚴重 我還要飾演活摘性器官 可能恐懼程度大一點 大哥你明白嗎 我想說呢 就是說阿辛比剛才說的 所以我們出來走 就要留守那樣東西 那現在 我們的政府 那麼喜歡說融合 我們就融合給他們看 我們就去到 我們就施展強國精神 去到柯市 放下幾篇 那又不要這樣說 但是說到留守 其實每年七一 我都有搞留守的 尤其是現在 我們見到 學民思潮那時候 反國教 我們為政總 有那麼多人 那些是所謂少年人 或者青年人 到了DBC的集會 又有幾萬人 又是為政總 那些是中年人 和老年人 現在是所有 香港所有年齡階層的人 都非常之不滿 而且他們都同樣 都是圍著個政總 雖然他們時候有撤出 所以我們今次 這個接力的廣播 就是我們這個民間電台 和其他團體 都應該繼續 為主的政府總部 我們正如新秘所說 我們正在說 我們正在說 除了我們要DBC服務的時候 我們要爭取言論自由 更加我們為主的政總 就是利用這個平台 我們現在這個二部的平台 講我們的訴求 例如全民退休保障 例如最低工資 例如標準工事 我們有很多的議題都想講 而最關鍵就是 我們要提出對這個梁政府的不信任 就是要圍堵政總 是啊 一講開 退休保障 令我想起生果金 又令我覺得他沒有人性 又是要圍政總 特為生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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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入職審查 你給家用回家 給你老爸老母 你會和你老爸老母 入職審查 沒有啊 這個生果金 是對老人家的respect來的 大哥 你的名字都懂得說 就是生果金 當年推生果金 都不是打算這樣 所以他們現在的名字 就是現在 開始不用生果金這三個字 他們現在又要改 其實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補充 不是啊 我想發覺問 其實我們剛才所講的這個網台 甚至乎其他民間團的接力 其實有哪個網台沒有來的 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 是不止的 我沒有聞到 他沒有說他 人網接力 等一下我想問阿金英 喂 現在不是FM的 是啊 不是FM的 就是沒事的 是啊 幾分鐘之後就是FM的 幾個網台都來 是啊 我再宣傳一次 再宣傳一次 其實幾天都有宣傳 我們5至7 我們公民廣場每天 5至7點就是阿華TV 進行這個網絡的直播 是 然後到7點之後 是民間電台的接手 有個新的安排就是 7點至8點 就叫做這個聯盟的時段 就是FM的 就是給各個不同的網絡的團體 或者有知識 就是好像昨天 陳景輝也有上來 那今天就見到 那就是一個開放出來的平台 就給各位去參與這次的狀舉 就是這個二播的運動 然後到8點到10點 就是我們民間電台 繼續用FM去公民抗命 所以我們參與這個抗爭的二播運動 有辣有不辣就任君選擇 所以7至8點就呼籲各大網台來玩一下 喂 不犯法的 一起來玩 就是要拍的各位就參與了 由於有的話 那就是清晨節目 好了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改了太多 好 多謝各位聽阿森美的這個節目 多謝聽我的花瘋 拜拜 多謝 拜拜 拜拜